哈囉 大家好 我是Friestday三角的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你們有想過抹茶可以做什麼事嗎? 除了能吃還能夠玩喔 抹茶控的我這次要來解鎖未知的抹茶地圖 幫大家整理了2023年夏季最新的資訊 是連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喔 那麼 東京麻醬的旅程 Let's go 在日本機場中有一間大家都一定知道的伴手禮老牌 竟然跟日本傳統名店合作 推出只有機場才買得到的限定口尾 是連日本人都很難買到的喔 這邊有必買必買的抹茶蛋糕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這個伴手禮真的是來頭很大喔 你看這兩大龍頭定番中的定番 東京香蕉配上這個超級有名的伊藤左右味門 這不用吃了就知道一定是超級好吃的 而且這個伴手禮是昨天喔 7月19號才剛上市熱騰騰這一定要買 本格的抹茶蛋糕 非常好的抹茶去做的 雖然是東京香蕉口味呢 這一次沒有香蕉的口味 這一次裡面包的餡是 牛奶的餡跟抹茶的餡 所以它是非常的抹茶的一個蛋糕 而且你看它的包裝有和服啊 整個就是很有日本的感覺 所以這個當作伴手禮 真的是超級適合 你看它這個超級別緻的 還有不一樣的花樣超級可愛 而且呢這個最新的伴手禮 它是成田跟羽田機場裡面的 Fasola Shop限定喔 這個連日本人你都買不到啊 對很難買到 所以我們買送給日本人 日本人會很開心 因為日本人也不好買到啊 來大家想到伴手禮就想到什麼 就是這個東京香蕉 這個最原始正宗的 原主也要買一下 然後其實啊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收過它對不對 可是還蠻多人沒吃過這個的喔 這個東京香蕉也有出這個 Cookie-sando 夾心的 好 也要買一下 好 再去下一站 這個牌子是我超愛的牌子 其實是シュガワバタの木 本來就是做甲心餅乾 在日本超級熱賣超紅的牌子 怎麼辦 我快裝不下來 好 會覺得我買很多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多 那等一下一定就吃完了 一下就吃完了 可能還不夠發呢 啊 不好意思 謝謝 天啊 我竟然拿到一個這麼可愛的磁鐵 它現在是這個新產品 然後再買東京香蕉系列的產品 買一買五千就送一個 那它這個送完為止喔 所以可以趕快來買 欸 你看 東京香蕉現在竟然還出AI耶 超級貼心 有英文跟日文 Avatar 你說的啊 他說請稍等喔 會發生什麼事情 KONNICH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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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選擇的財甲 有什麼推薦嗎? 不是雞蛋 還有茶的東西 啊 抹茶 是香草的 是香草的 啊 明白 明白 很可愛 很好看 拜拜 拜拜 掰掰 說到最適合抹茶主題的飯店 簡約茶封設計 寧靜舒適 映入眼簾的氣質茶封 單單的茶香瀰漫整個廳室 令人感動的是 這裡有飲冰茶的服務 隨時享用現泡現抹的抹茶 與各種茶品還不勝次數 飯店還有自己獨自調配的茶 好茶 配上好的泡法 真的與眾不同 對於茶的尊重 就像對客人的服務般慎重 品茶的寧靜感 令人身心放鬆 茶味茶香 貫穿全身的舒暢 キモチ 先給他冷卻一下 那 剛燒開的 這個飯店超貼心的 他連這個燒水的啊 都是這個細嘴糊 泡茶 泡咖啡 團用 那這個飯店呢 他有十種他們自己特別的茶 也很有歷史喔 然後他每天呢 會隨機送你四款 那我們今天就來喝他的煎茶看看 喔好香喔 天哪 一打開超級香 我嚇到 他是這個透明三角的 哇你看他好鮮綠喔 不覺得在旅途中 你可以用這麼好的茶具 然後 為自己泡一杯茶 真的超級棒的嗎 好泡好高級的茶之後 就來吃我爆買的伴手禮們 好剛好好可愛喔 這個就是抹茶杯子的 你看雙層的內餡 我講果然是東京香蕉 他的這個蛋糕的外層好柔軟喔 我現在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它外觀這個就是烤的酥酥脆脆的 但是他是還蠻有口感的喔 聽我的聲音就知道 嗯 他的這個外皮真的是恰到好處 因為他酥 可是又扎實 就是吃起來很有那個 又有這個穀物的香氣 跟他的裡面的內餡很match 東京香蕉 這個伴手禮原組 喔這個果然香 一打開就滿滿的香蕉味 你看他拿起來超可愛的 就是很嫩Q 這個真的是吐不了 他還是就是必買的 這家餐廳就是我們這一次住的 茶主題的飯店 開的餐廳 乾杯 這是我的抹茶大餐 超級豐盛的 而且好漂亮喔 這個呢 就是抹茶啤酒 它有分 油酒精跟無酒精的版本 這邊喝得到 這個是抹茶可樂 我的天哪 抹茶加可樂 到底會是什麼味道啊 完全無法想像 未知的味道 欸天哪好香喔 可是不像啤酒的味道欸 茶的那種很清爽的感覺 可是味道聞起來比較像水果 喝不看 我沒有想到啤酒 這樣抹茶這麼對味欸 感覺配什麼料理都很搭 好 接下來是超級味噌的抹茶可樂 老實說我覺得它看起來很特別 因為我很懷他會好喝嗎 嗯 等一下 我現在整個腦袋是 蹦出新滋味在 欸好喝欸 等一下 這兩個搭在一起怎麼會好喝喔 其實有一點點像 比較沒有氣的可樂 然後又有很清爽的抹茶 其實氣泡感沒有那麼重 這太驚訝了 我都笑出來了 我本來還想說 我不會難過 這個麵呢也超級特別的 它的麵條是有用煎魚加酒 再加橄欖油 然後它的湯就是有抹茶濃湯的一個麵 嗯 它其實是冷麵欸 嗯 好濃的 牛奶抹茶 啊 我知道了 很香的奶油的味道的感覺 然後前面的這個就是抹茶天婦羅 然後前面還有抹茶鹽喔 超級抹茶的 整個都綠了 我前面的這個就是抹茶的蕎麥麵 比較常見的抹茶料理 這看起來好像很普通對不對 它抹茶的這種風味恰到好處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們這次的行程超級精彩呢 那我有把最新的伴手裡的資訊 還有我安排的行程告訴我的日本朋友們 可是呢我的日本朋友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喔 那大家來日本玩的時候可以完全複製我安排的行程 還有我買的東西真的是超級推薦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自己的私房深度旅行 也歡迎留言分享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的影片請歡迎看看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